美国惊陷冷血连环杀手 杀人后留下密码公然挑战警方 凶手浮出水面 为何却迟迟南落法网 跨越半个世纪的调查 人们又将得到怎样出人意料的结果 敬请收看本期经典传奇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幻之 我们的节目正在今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那么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杀手的故事 当然了一般的杀人犯 肯定是上不了咱们经典传奇的 今天要说的这位 那是被称之为史上最嚣张的 连环杀手 那么这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 又究竟是怎么一个嚣张法呢 事情最早得从1968年12月20号那天说起 地点呢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瓦列霍市 这天晚上当地有一对小情侣吧 17岁的法尔代和16岁的詹森 开着汽车来到郊外的公路旁 一片僻静的树林子里边约会 大概11点的时候呢 两个人正在车里边轻轻握握 从远处呢又开来了一辆汽车 这对小情侣一开始没注意啊 都以为呢是别的什么情侣 也跑到这儿来约会了 谁知道这辆车不但紧贴着 他们的车尾停了下来 还开着大灯不停地闪 这分明就是来找茬的呀 谁这么讨厌呢这是 法尔代摇下车窗 刚想开口骂人 直见后边车上下来一名男子 走到他们旁边 二话不说 抛出手箱 对准这小情侣的头部 就是一通的射击 直到法尔代和詹森是双双 倒在血泊之中 一个多小时之后 有一辆巡逻的警车 刚好从这儿路过 这才发现了这案发现场 据案发现场 发现他们的那个警察说呀 当时两个人呢 都还没死 都有口气 可惜呢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出 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就都死了 一下是两条人命啊 事情挺严重的 加州警方迅速对这起杀人案 展开了调查 可是一转眼 大半年都过去了 案子却没有任何的眉目 更别说说找到凶手了 警方这边正发愁了 哎 还是在瓦里霍市 又出大案子了 那是1969年的7月4号 有一对名叫马高和戴了妮的年轻情侣 开车来到当地的旅游景点 蓝颜泉来约会 而接下来的情节 跟之前提到的案子差不多 这对小情侣正在车里边亲热呢 另一辆汽车悄悄来到他们背后 一名男子下车走到他们旁边 二把不和举行就说 带了逆当场身亡 身中竖枪的马高 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除了有活口之外 7月4号发生的这起杀人案 还有一点跟第一起案子不一样 什么呢 第一起案子呀 警方花了大半年 都没能查到半点关于凶手的线索 而这第二起案子呀 没等警方开始调查 凶手自己找上门来了 怎么回事呢 说7月5号也就是案发第二天一大早 瓦里霍市警察局接到了一个电话 最开始接电话的警察呢 还把他当作一般的报警电话 一想又觉得不对呀 这个报警的人怎么连凶手使了 什么枪都知道呢 问题还没问出口 电话那头最后一句话 把他直接给惊懵了 好吧 警方正愁找不到去年那个案子的线索呢 现在居然有人主动打电话来说 我就是凶手 甭管真假 那肯定不能放过呀 对方刚刚挂断电话 警方就开始查电话的来源 最后查到电话是从离警局不远的 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 等警察赶到电话亭 打电话的人当然早就走了呀 而且那个年头 电话亭附近也没有什么监控探头什么的 总之吧 警方是查不出打电话的人是谁 线索到这可就断了 这个人既然想跑 很奇怪 他为什么又要主动给警方打电话呢 一番分析下来 警察认为这应该是个恶作剧吧 打电话的人并不是凶手 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戏弄警方 可是很快他们就知道自己想错了 冷血杀手专挑情侣行凶杀人后还公开挑衅警方 一封神秘的密码信能否让凶手露出蛛丝马迹 警方正在为人解密 上节说到美国加州的瓦里祸事 不停的祸会啊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连续发生了两起情侣约会的时候被枪杀的血腥命案 第二起案子发生之后 还有人主动打电话到警察局说自己是凶手 一开始警方认定这就是个骚扰电话 是来戏弄警方的 可是很快他们就知道自己想错了 打电话来的人正是那个出手就要人命的杀人魔王啊 而且他想挑衅的还不只是警方 此话怎讲 第二起案子发生之后没几天 加州最有影响力的两家大报 分别是旧金山记事报和旧金山观察家报 还有案发当地的瓦里祸时报 这三家报纸几乎同时收到一封信 来信的字数不多 可内容足够劲爆 亲爱的编辑你们好 去年圣诞节 还有今年独立日发生的两起枪杀案 那都是我干的 我知道你们肯定不会相信 不过你们很快就会相信的 没错 几家报纸的编辑刚看到信的时候 确实都认为这个信是恶作剧 我确实不信 因为美国这个地方 每当有什么大案发生 总有些无聊的人会写信 或者打电话给媒体 声称自己就是凶手 或者目击者什么的 可是你要真去查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 时间一长 这媒体记者们编辑们 对这样的信或者电话都麻木了 狼来了吗 可今天收到的这封信 跟以往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信的后边 写信人列举了大量的细节 比如说 我杀人用的是 鲁隔盘小口径手枪 每次我都开了十枪 第一起案子 女的死在车里 男的死在车外头 第二起案子 女的穿的是红衬衫 男的膝盖中一枪 等等等等 所有的细节 要么跟报社 从警方了解到的一模一样 要么是警方从来没有向外界披露过呢 总之 除了警方和凶手本人 外人绝对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 可以肯定 写信的人 就是凶手 而在新的最后 凶手还对几家报纸提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要求 他说 我知道你们一定很想找到我 行 咱们来玩一个游戏 我这有一张密码 你们要是能够破解这份密码 就知道我是谁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凶手附在信里的那份密码 一共有408个字符 它们代表什么意思 那谁也不知道 当然几家报纸 此时最关心的并不是密码的含义 而是写信人提出的那个要求 8月1号之前 你们必须把我的信和密码 一字不漏的登在报纸上 否则我又要大开杀戒 再动手的话 我至少要杀掉12个人 那登还是不登呢 几家报纸决定 还是先跟警方联系沟通一下再说 一问才知道 警察局啊 居然也收到了一模一样的信和密码 正打算跟报纸来商量 该怎么办呢 两边商量来商量去 为了防止写信的人 真的为这再去杀人 决定还是先答应他的要求 把信和密码全都登在报纸上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 警方也没闲着 凶手不是说破译了密码 就能查出他的身份吗 那就想办法破译密码呀 警方从美国中央情报局 联邦调查局请来了 好几位密码破译专家 专家一看也犯了难呢 这些个密码 包括了希腊字母 摩尔斯电马 气象符号 占星符号 海军旗语等等 至少七种字符 毫无规律可言的 有没有任何的提示 这个怎么下手啊 好在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高手在民间 自从几家报纸登出了密码之后 很多民间密码爱好者 也加入了破译的队伍 有一个叫唐纳德的高中历史老师 最后还真把密码 全给破译了 那么密码里边 真的藏着凶手的身份信息吗 其实我们稍微思考一下 就知道凶手怎么会自己暴露自己呢 根本就没有 只要是必须有很难的 然而密码的内容 读完之后还是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它是这么一段话 我热爱杀人 因为很好玩 比猎杀危险动物更有快感 因为人类比任何的猛兽更危险 最棒的是 当我死后被我杀死的人 将成为我在天堂的奴隶 接下来 我还要收藏我的奴隶 太吓人了 警察最怕的就是这种丧心病团的 没有任何理由的杀人的杀手 正常的杀人案 凶手和被害者之间 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冤有头债有主 多下点工夫 迟早都能够找出线索来 可是按照这段话的意思 凶手杀人那就是一场游戏 他根本不认识受害者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也没有具体的动机 那想破案可就难了 更可怕的是 凶手说了他还要杀人 这个怎么办呢 果然一个多月之后又出大汗了 1969年9月17号黄昏 一对大学生情侣趁着暑假的最后几天 来到加州帕耶萨湖边上的沙滩上来野餐 正吃着呢 他们就见到有一个黑衣男子 远远朝他们走了过来 一走近的时候 小情侣两个才发现不对劲呢 只见来人一身黑 头上还蒙着一个面罩 胸口挂着一个硕大的十字 圆心挂坠 果然男人一靠近他们俩 就掏出手下威胁他们 用绳子把他们俩绑了起来 等这对小行李乖乖交出钱包和车钥匙之后 这个黑衣男子居然掏出一把尖刀 对着他们一阵的统刺 又是两条人命 但是黑衣男子杀人之后 并没有把抢来的汽车开走 而是在车门上画了这么一个大大的标志 有信心的观众 前面已经应该注意到这个圆圈加十字 有点像瞄准镜的标志了 这是什么标志啊 他的英文名称叫Zodiac 翻译成汉语叫黄道十二宫 指的是太阳在天球上运行的时候 会经过黄道的十二个区域 听不明白没关系啊 咱们只需要记住这个词 还有这个标志 后来让整个美国都弹之色变就可以了 因为就在这天深夜 又有一个电话打到了当地警察局 这回打电话的人上来就自报名号 我是黄道十二宫 我叫这个Zodiac 是吧 我今天又杀人了 就在帕耶萨湖边的沙滩上 怎么杀的 我全都写在车门上了 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等警察赶到湖边 一看我的天哪 跟电话里说的是分毫不差呀 这下黄道十二宫 算是彻底出名了 关于他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 一年不到连续作案 三次要了五条人命 杀人之后 从给媒体写信到跟警方玩密码游戏 再到打电话自报家门 之前就没有见过这么猖狂的杀人犯呢 还有啊 杀手如此嚣张 警方却拿他没辙 快一年了 连有一点价值的线索都找不到 那段时间呢 美国的那些和情侣们谈恋爱的时候 都不敢再往那些僻静地方钻了 谁知道黄道十二宫是不是就在附近呢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这个黄道十二宫啊 又开始挑情侣之外的人下手了 恶魔再次作案 与警察擦肩而过 却依然逃之夭夭 协议人终于浮出水面 警方为何束手无策 跨越半个世纪的调查人 又将得到怎样出人意料的结果 今天本集继续为您解密 上街说到黄道十二宫 这个杀手啊 连环杀手 一年之内连续作案三次 警方却一一筹莫展 杀手的气焰自然是越来越嚣张啊 这不第四次作案 他干脆把地点从偏僻的郊区 旅游景点换成闹市 目标呢 也不再仅仅是情侣了 1969年10月11号深夜 旧金山市最热闹的一条大街上 有一个男人坐进了保罗驾驶的出租车 出租车到达目的地之后呢 这个人依旧是二话不说 掏出手向对准保罗的后脑 砰 直接就一枪毙命 杀人之后 男人拿走了保罗的钱包和车钥匙 还撕下保罗衬衫的一脚 把箭在出租车上的血擦了一遍 这才不晃不满地离开了 旧冲这股狠劲不用说杀人的 又是黄道士二公啊 不过因为杀人地点位于市中心 虽然是深夜 但还是有三个正在街头游荡的少年 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 于是用街边的公用电话当场报了警 距离现场最近的两名警察呢 立马被派往了现场 据这两个警察回忆 他们快到现场的时候 远远地看到有一名白人男子 从现场附近离开 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抓这个人 为什么呢 说起来这也得怪 加州警方确实是很不给力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两名警察收到的出警信息 居然说嫌犯是个黑人 既然要找的是黑人的话 两名警察自然就没有去注意这个白人了 但是两分钟之后 他们又接到了更正信息 刚才的信息搞错了 报告人说了这个嫌疑犯是个白人 这个时候他们再去追刚刚那个白人哪里 还有半点踪影啊 就这样 因为这么一个乌龙 警方与生擒黄道十二宫的机会擦肩而过 可惜啊 不过根据三名少年的描述 警方画出了凶手的大致模样 年底在35岁左右 戴眼镜中等身材 另外警察在出租车上还提取到一枚戴血的指纹 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只可惜 警方的指纹库里边没有相同的指纹 说明凶手之前没有留过案底 至于画像 长这个样子的人 光旧金山 那成千上万 警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还是没有能够锁定目标 至于黄道十二宫这边呢 他知不知道自己 险些被警察逮个正着 谁也不清楚 反正第二天他照例又给警察局打来电话 说我又杀人了 赶紧来抓我吧 你们再不抓我下次我可准备干一票更大的了 我要炸校车杀孩子 哎呦 这方话被媒体报道之后 那几乎整个美国都要疯了呀 警察那干什么吃的呀 杀人狂一次次作案 一次次跟警方联系 你怎么就抓不着他呢 还得死多少人呢 我们才能够不用担惊受怕呀 挨骂的警方其实也觉得挺委屈啊 接下来的一年多里边他们根据黄道十二宫写信的笔记 出租车上的指纹 还有那张画像啊 变化 1971年的7月 有一个叫唐切尼的小学老师找到警方 说我要举报我的前同事阿瑟里艾伦 艾伦呢过去也是个老师 后来因为猥亵儿童被学校开除了 不过他们俩关系还行 偶尔还会凑得一起喝酒 说有一次喝多了 艾伦就对切尼说 自己就是黄道十二宫 开始切尼以为艾伦是说的醉话 没有想到艾伦接下来不但详细描述了自己是怎么杀人的 还说自己打算劫持一辆校车搞一次大事情 要知道说这话的时候 报纸上可还没有登出黄道十二宫 威胁警方的消息 这也太巧了吧 难道说艾伦这是酒后土真言 切尼是越想越害怕 于是就向警方举报了艾伦 接到举报之后 这警方呢迅速对艾伦就展开了调查 这一查不打紧呢 警方发现越查 这艾伦是越像黄道十二宫 第一出生于1933年12月的艾伦 当时正好是35岁左右 个头呢也跟目击者看到的那个出租车杀手很像 是中等身材 第二艾伦曾经在海军服役 担任过军舰上的旗羽兵 对密码这一块非常熟悉 第三根据艾伦的邻居反映呢 这个家伙性格孤僻 不怎么跟外人打交道 却经常在深耕半夜开车外出 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第四在艾伦家里边 警方发现了一本叫危险的游戏的书 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 下面画着一条横线 人是最危险的动物 还记得黄道十二宫寄给警方的那份密码吧 我热爱杀人因为很好玩 比猎杀危险动物更有快感 因为人类比任何的猛兽更危险 两句话虽然并不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你要没看过这本书 一般人还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第五还有呢 警方找到艾伦的时候 发现他戴着一块手表 手表的牌子是什么呀 Zodiac 黄道十二宫 听到这儿 我想很多观众 那都跟我一样的感觉 觉得就凭上面列举的这几条 说艾伦不是黄道十二宫 你就打死我 我是不信的 不用想了 赶紧把这家伙抓起来吧 没错 警方当时也坚信 这个艾伦就是连环杀手 黄道十二宫 可是要抓人却不行 没有他在杀人现场出现过的过硬的证据 为了拿到更有力的证据 警方提取了艾伦的指纹 脚印 在他车里搜出了手枪 还对他进行了笔记鉴定 可是笔对的结果 却让人大失所望 艾伦的枪跟黄道十二宫杀人用的枪完全不同 他的指纹跟出租车里凶手留下的鞋指纹也对不上 还有笔记鉴定专家也得出结论 黄道十二宫寄给报纸的那些个手写信件 并非出自艾伦之手 原本以为板上钉钉的事竟然一下子被推翻了 那么艾伦身上那么多疑点 难道仅仅都是巧合吗 这么多巧合吗 谁也说不清楚 总之因为缺少过硬的证据 警方一直无法对艾伦采取强制措施 但他们相信艾伦和黄道十二宫肯定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只要把人给盯死了 一定能够找出证据来 就这样 警方盯了艾伦整整20年 20年 一直到1991年 艾伦突发心脏病 死了 才算完事 你说人都死了 也该结案了吧 没有 2002年 随着DNA鉴定技术的成熟 加州警方重启了案件调查 他们从33年前黄道十二宫写给报纸的信上 提取到了写信人的DNA样本 然后和艾伦的DNA样本进行了比对 结果再次让人失望 两份DNA的样本还是完全不匹配 到这个时候艾伦的嫌疑算是完全被撤销了 那么黄道十二宫不是艾伦 还能是谁呀 半个世纪都过去了 黄道十二宫案件也被改变成了无数的文学和影视作品 但真相却依然是个谜 好在这几十年来还有不少人在为查出真相而努力 关于这个事的最新消息是2008年8月 美国有一个叫考夫曼的人在整理他继父泰伦斯遗物的时候 发现继父留下了几封信 信里说他就是黄道十二宫 在泰伦斯的遗物里边还有绣着十二宫标志的头巾 当年受害人的照片和一把带血的匕首 消息一经报道 那军事接近啊 可惜的是 等警方想方是否找到泰伦斯的DNA样本 跟之前提取到的黄道十二宫DNA样本一比对 又是完全不匹配 至于这匕首上的血 跟黄道十二宫案件当中的任何一个受害者 也都对不上 你说你这个泰伦斯 你很调皮啊你啊 临死之前还跟世人开这么大一个玩笑 他涂了什么呀这是 所以说这事到现在 没有一个结果 那今天节目就只能说到这儿 有结果 咱们第一时间说啊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江西卫视经理传奇和抖音号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